李娜出席了劳伦斯颁奖典礼之后呢 今天也就是4月16号呢 她还马不停蹄地出席了 由自己代言的品牌活动 那对于没有斩获劳伦斯最佳女运动员呢 可能她的心里面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以她的心理素质绝对可以很快地调整好心情 在劳伦斯颁奖典礼上 李娜没有成为最佳女运动员 而是拿下了特别成就奖 有人调侃娜契 就是在家乡拿了一个安慰奖 对此当事人显得已经释怀了 其实一直都挺释怀 我是觉得能被提名就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你想想全世界有那么多运动员 可是只有6名运动员可以被提名嘛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的身体也不允许娜姐生气啊 怀孕7个月从体坛退役下来的李娜 如今睡到自然醒 在家烧烧菜可先轻易志了 只是虽然十分注重孕中生活 但其实对于自己即将出生的宝宝 李娜自爆还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准备呢 其实没有 到目前为止 我跟家人没有就是买一件东西 或者准备 我觉得不管是男孩女儿 当她出来那一场 你都会觉得很激动 很感动这样 谭基会不会让以后的孩子 从事网球事业李娜并不强求 不过她也补充到 一旦孩子选择了一个方向 就得坚持下去 感觉会是个炎幕啊 她会有她自己的思想 就是但我们会告诉她一点 如果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 就不能中途放弃 前面在线上还采访不到 鈴基德 我说一家人的路 热 我说一家人的路 我把我做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